- 现在来请现场向上抡贤子表演者董九涵王小哥,掌声,多谢。 - 看了啥,我是不是? - 哎呀,又是他了,感谢您各位吧,这场就把我们俩人换上来了。 - 是,我们上来先给您解释一下,因为有的观众慢慢,这俩人怎么又出了一回啊? - 哎呀,又是他俩。 - 按说演员,今天应该是六场演员,十二个人,但是因为今天是有其他人临时没来了,我们多演一点。 - 怎么呢? - 因为北京这个交通路况也很复杂,然后他们来剧场的这个路上,发生一点小事故。 - 怎么了? - 让那个大卡车压着了。 - 您心态还真不错,我跟你说了,大卡车压着了,这事儿能小吗? - 不是,这么平静。 - 没有多严重,就是左手这块,就是刮着了。 - 就是左手没压着。 - 您下回直接说让大卡车撞死了,对吧? - 您还到底解气? - 人家是有别的演出安排。 - 行。 - 我就多给您说一点。 - 多演一点。 - 下场大会就是这样。 - 每一场跟每一场这个节目内容,包括演员的风格都不一样。 - 不能雷同。 - 您花钱来了,我们尽量给您展示的全面一点。 - 还真是。 - 像是结果实话实说,分这么两种。 - 哪两种? - 一种是什么呢?真人真事。 - 经过改编,家中整理,搬到舞台上奉献给各位。 - 对。 - 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没有这么个事,虚构的。 - 演员自己瞎编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 故传的。 - 对了。 - 我们这场给您说的这完全就是真事。 - 是。 - 真事什么的,您看我师父的相声。 - 就他跟余大爷的媳妇所有的事都是真事。 - 对吧? - 那故事都太多了,看了。 - 反正是有真的有假的。 - 对。 - 我们今天给您说的这完全就是真事。 - 您说说。 - 就是北京城的事。 - 好。 - 但是不是现在,不是近几年啊。 - 嗯。 - 现在北京城很繁华。 - 对。 - 过去不是。 - 过去过多去啊。 - 就是北京城还不像现在这么大的时候。 - 哇,那太去了。 - 现在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 北六环都到昌平了,很远。 - 是。 - 过去北京城就二环里这么大点劲。 - 城内嘛。 - 就是您坐地铁那一号二号线的一圈。 - 嗯。 - 就是北京城。 - 对。 - 现在这就属于北京城里。 - 是。 - 你再往那边走,那叫什么永定门。 - 出了那就是城外就没人了。 - 对,永定门了。 - 很慌。 - 嗯。 - 您先听现在好多地名都能听出来。 - 怎么证明以前很荒凉呢? - 现在朝阳区有一地儿。 - 嗯。 - 叫三里屯。 - 好。 - 现在繁华极了。 - 跑地段。 - 反正阴阳点中坐堵车。 - 为什么叫三里屯? - 为什么? - 过去它离北京内城三里地这么一个困子。 - 哦。 - 所以叫三里屯。 - 准备的距离很远了。 - 对了,三里屯再往迈走同样一个方向。 - 嗯。 - 有的叫旺京。 - 也有。 - 现在也很繁华呀。 - 是。 - 旺京,各位。 - 旺京。 - 您听这名。 - 旺京, - 证明过去它都不是北京。 - 过去是东北。 - 哈哈哈哈哈哈。 - 这玩意挨着吗? - 挨着。 - 旺京, - 我在东北跳望北京。 - 哈哈哈哈。 - 它不是那个意思。 - 它不是说话在东北了。 - 说话在东北了。 - 旺京还是在山海关以礼的。 - 哎,我突然怨过了。 - 对吧。 - 它确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跳望北京的意思。 - 太猛了。 - 虽然说过去那就很偏。 - 是。 - 就三里屯和旺京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啊。 - 嗯。 - 它也有人居住。 - 那肯定的。 - 就人不像城里这么繁华,不像人这么多。 - 比较光凉。 - 可能一个院里边有两户人家。 - 一个叫村座。 - 对,有了四股库, - 那个一四股院, - 反正就是十来个人。 - 就在一人住,天天在那人住。 - 嗯。 - 一个院里边住两人。 - 两家啊。 - 东部一家,西部一家。 - 对。 - 俩老头。 - 嗯。 - 一个老李头,一个老王头。 - 老李的老王。 - 这俩老头啊,那个老伴儿子年年都死了。 - 嗯。 - 过去了,就俩老头。 - 是。 - 日子越过去,把人关系越好。 - 多新鲜邻居嘛。 - 老头慢慢就处着,慢慢就处成闺蜜了。 - 然后再一会儿。 - 俩老头变态一个。 - 怎么处着处着处着闺蜜了呢? - 就是俩人关系很好, - 闺蜜,没事一块儿,牵手上厕所去。 - 是吧? - 那退厕去呢,那个。 - 我起俩老头就别那么热事儿了。 - 俩老头关系很好。 - 男的不成他,俩老头关系好。 - 俩老头关系好。 - 这老李头还有一小儿子。 - 嗯。 - 六七岁,带着身边。 - 小孩儿。 - 对吧? - 然后有一姑娘就长大成人, - 嫁到北京城里去了。 - 一共俩孩子。 - 两户人家。 - 嗯。 - 三户人,天天这么过日子。 - 对。 - 老王头就是自己一人。 - 天天天就是过日子了。 - 赶上六月三五。 - 夏天的事儿。 - 大热天。 - 嗯。 - 中午人吃完饭都是食困。 - 对。 - 吃完就想躺一会儿,睡一会儿。 - 血藏上来了。 - 这老李头。 - 嗯。 - 说现在话儿啊。 - 怎么样。 - 叫凑死。 - 耶。 - 耶。 - 哈哈。 - 这老李伤害过你是吗? - 伤害过谁啊。 - 这老李头,我那时候老李头凑死。 - 他那,耶。 - 我不是庆祝那意思。 - 我就说这人下意识吗? - 呦。 - 耶。 - 询,语。 - 这你特论一下啊。 - 别什么都说啊。 - 没说嘛,这不是。 他就是 patrim就是 coli就是 промario的,对吧? - medicine alltså工程说, sei peg it up, - 你你看这词说嘛,一种植物。 - 现在就这么超时死。 - 儿子就七岁。 - 还真是。 - 还真是不懂事啊。 - 干教的爸爸不出声尸k- 上河北找的老大女。 全球光众 那王奶 您少女看着 我爸他怎么叫他不起了 他不说话了 不严身了 老王都不知道啊 赶紧过来看看吧 看这楼瞅瞅 老李燕 快起来 嗯 老李 哎 老李 老李 觉得不对了 没动静了 是 怎么叫路起来 哎呦 这也不行啊 这怎么办呢 探探鼻息 哎 还真是 看看闯不闯气啊 这是应该的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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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 死了 废话了 没死呀 你处死了 说一下 探鼻息有这么探的吗 不是 是不是都续筋半把胳膊去了您 不是 整个小臂都进去了吗 他以为老李头跟他逗着玩呢 以为逗着玩呢 逗着玩呢 就是这么视鼻息 但他以后再也没有逗着玩的资格 你这哥俩过玩笑 你串一下床底一窟窿你没看见 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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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洗 不起啊 不起没动气 总之过程 孩子在旁边看着吗 孩子还加油呢 王大爷加油 王大爷加油 他怎么这有 你跑这揣豆馅来了 不是咱就行龙就探鼻息 咱都会叹了 可以吗 就探鼻息都没有 探鼻息都会叹了 探鼻息都会叹了 探不上我们不传 哎呀 你这个痘痘是怎么摘上脑干 对吧 咱不要摘上脑干 咱不懂怎么探鼻息摘在那个垂体 反正就是 有一个探鼻息透过 对吧 这样 我这样看 这样看一下就行了 你也不怕这一下连猪子出来了 不是他踏 哎呀他是不是这个大夫 偷了眼猪子那个 他在这踏 你知道吗 探鼻息就这么烦了 咱就不聊探鼻息的事了 对吧 你千万你身边有没有病会 反正这个老李头 他到最后他是死了 赶紧让他死吧 赶紧让他死吧 赶紧让他死 我之前还要受这折磨 我让你掉我 我什么都招了 我形容得夸张一点 我屁吗 老李头死了 这老公子 赶紧问这孩子呀 你爸爸现在应该是死了 绝对起不来 刚才不太确定 现在应该是死了 这脸上是哭了 这个生前留没留些庄过呀 庄过是死人穿的命 受益的流不得 他肯定没准备 孩子不懂这个呀 他哪知道还有这么一手 我不懂什么叫庄不明的呀 孩子还不懂事 跟我来 先把这门板卸下来 卸门板 这什么意思 不过去有规矩 人死了不能搁到床上 就找这儿停着 停起来 把门板卸了 就俩板在那儿 门板放在这儿 我知道 把死人搭到门板上 是的 打发孩子赶紧去这个三子以来的 然后呢 去哪儿 去哪儿 三子以来的 对 那会儿有三子以来的 哦 对 这不严谨的 对 我说错了 去这个便利丰 对吧 那会儿也没有便利丰 罗森 对吧 赶紧去罗森 你去的地儿不少了你 去哪儿 就是小超市 永辉超市 对吧 赶紧到这个 加个图吧 就是甭买到过去的小卖部似的 买一张粉脸纸 干嘛用 就是不透光的那种 跟塑料牛皮纸那种东西 盖着死人脸上 然后防止见光 下一个跳 怎么 我还没把他哭住脑子 哈哈哈 人死不能见三光 死人盖着死人脸上 然后给死人弄一碗倒头饭 以前的规矩 中午吃的饭 熬的肉弄的鱼 也弄一碗 然后快的扎仓 反正间 这就倒头饭了 立场就弄好了 对 赶紧弄完之后 这孩子说话了 说什么吧 说那个王大爷 现在我爸这种情况 他死了是吧 他死了 我得上城里 给我姐姐送个信去 通知一下 跟我姐姐说一声 我爸没了 看这事怎么办 我求您帮我个忙 什么事呢 您说什么事吧 这个您在这看着点我爸爸 别让他跑了 哈哈哈哈 怎么就是 跑了 怎么他也能跑了 不是 别让那个野猫猫给他铺了 这什么意思呢 屋里边门板陷下来了 过去住的就是慌 保不去我野猫猫给尸体铺了 这不好解释 对对对 不好交代 不好罚送 这老王头一听 让他在这看死尸 嗯 害怕 害怕 你刚才做的手工都没害怕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这个才害怕呀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不是 他本来就是胆小 让他在这看死尸 对 你说孩子张嘴听说关性挺好的 没法拒绝啊 孩子呀 真是 那个行 你让我在这看死尸可以 我看着呢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 嗯 我可不是害怕 那您 就是有点害怕 说来说去还是害怕 你那个你快去快回 嗯 早点去早点回来 千万别赶上关城门 嗯 懂吗 哎 这关城门是什么意思 过去不像现在几点出门都行 嗯 过去天一黑一照晚上八九点钟六七点钟 嗯 就把这城门关上了 哦 里边人出不来外人进不去 是这意思 有什么话第二天再说 哦 千万别赶上关城门 把你关城门关到里边 你得在里边待一宿 一宿回不来 我在这看一宿 我这有点盯不住 另外我确实我胆小害怕 我不能熬夜 那那那你快点快 您放心吧 我到那我送个信就回来 好 孩子就走了 嗯 过去那个年月 你想三里屯走到城里 这不是近道 还真是 也没有大车 孩子完全走走来的 找跑来的走 走到城里找着姐姐家 绿月三湖天 夏天 下午三点正热 找着姐姐家门 一敲姐姐家门 嗯 姐姐 咱爸 我说说 嗯 你爸爸眼中来了 你看 哈哈哈哈 什么话就是啊 不应该呢 你敲门 姐姐咱爸爸没了 这是句人话 对啊 但是那意思咱爸没了 就演出来 他爸爸背 哈哈哈 姐姐就明白了 不是这个意思 孩子重数 修客到这了 我还被爱表演 着急说不出整话来了 姐姐一看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贪这儿呢 弟弟来这儿怎么这归啊 哎 赶紧叫姐夫吧 嗯 新闻版吧 对 人版新闻版 哈哈哈哈 这就当死人那么乏松了 发明气发明气 哈哈哈 受不了受不了啊 哈哈哈 他们家是不是都是草原那边专业热热热的 哈哈哈 这怎么回事 把孩子扎到屋里边了 到屋里边人家找大夫一号卖人家窝出来了 对 怀孕了 对吧 哎 还能跟上一段联 反正我就能逛了一个老中医 哈哈哈 老中医被我扣子了一次 哈哈哈 一摸卖 人家就说是中暑了 中暑了 这不是什么大病啊 对 不用害怕 我给你开方子 你上午那抓点肉 给它熬上 然后回你给它断了之后 在这儿歇半个月就好 啊 歇半个月 哈哈哈 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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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俩老婆 哈哈哈 哈哈哈 一个活了一个死了 哈哈哈 半个月过去 一个死了 一个臭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半个月时间太长了 老王婆不知道啊 嗯 他自打这孩子一走 就给这孩子算时间 掐牛表 你要三里坡 就走到城里 一个小时 下午三点走到那四点 哎 没关系 到里边肯定他赶不上关门 他就出来了 哦 他梦的时候给他关到里边没问题 是时间来的 老王头自己在这算得挺高兴 他就踏实了 嗯 这这晚上肯定他回来 不用在这儿开一宿 挺好 省着害怕 嗯 他不知道城里孩子已经晕了这儿了 他不明白 老王头在这儿多猛 等着吧 咱就简断结说啊 怎么样 这个表直接对到晚上九点 哈哈哈 直接到主点 六点关门直接对到晚上九点 嗯 这老头一手凉凉送给自己 哈哈哈 想必见M了 六点关门 九点三小时怎么着你啊回来了 咱也到了 没回来都在孔志关那边了 是 我在这儿看一球 哎你得冰一球 多害怕呀 嗯 手心都出汗了 你说这玩意怎么弄了 就是紧张 吓坏了 嗯 这么害怕呢 这时候听他这儿有动作 什么动作 闲子想 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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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嗯 隔壁是一个邻居 哦 师母的先生姓赵 哦 很前的街坊邻居都管他叫赵瞎子 哎 又不老孙姓 他每天干嘛呢 上城里边给人弹弦的算卦唱曲 啊 挣点钱呗 为什麽这会儿闲子想呢 为什么 他忙着他走的慢 拿一个那个叫马杆 马杆 问路棒他慢慢探道走 嗯 六点关门这会儿就刚到家 哦 闲子一想更加证明这孩子回不来了 咱们了 什么瞎子都到家了 哈哈哈哈 还真是 你没回来 孩子还没回来 但是闲子一想 这老王主也高兴 高兴什么 他打算把这瞎子叫到屋里面 咱咱 瞎子看不见 不明呗 不知道这屋里面有死人 嗯 我别告诉他 我俩聊一宿天 对做个伴呗 他自己害怕 自己都孤独啊 赶紧去叫这老瞎子 叫老赵 赵瞎子 来来来来 叫老赵不行啊 来来叫叫叫叫 这个瞎的变成不 耳音特别流 还真是 抱着弦的正会呀 哪样呢 谁呀 谁 是老王大哥吗 是不是老王大哥 你这家是不是瞎过呀 我看你学了怎么像的 何谎的都瞎过这样 你这是病的你这是 你还有鼻息吗 我讲得好心了 放心一下你就走了 是老王大哥吗 老王大哥 是不是老王大哥 快快快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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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屋里来 谈你妈 一拽先生那马杆就得领到屋里了 是 你说你都领你自己那屋去 他没有 他 直接领到死人这屋 直接这屋 搬把椅子就做死人前身了 瞅三地照片 瞎子也看不见了 他抱着闲子这回啊 咱们家 还要先期待 老王大哥 今天这么有雅兴啊 把我叫进来 怎么着我给您唱一段 唱一段 我想听唱 没什么心思 那我给您算一挂 算一挂 不想算一挂 算得不好 那我这点东西您都会的 这么着吧 怎么样 给您来回信息 来的时候又没给您讲 你要干吗 我给您说一会 说 说一回 什么 聊斋 你看看 这是会的人啊 喝一段聊斋 别说聊斋啊 招魂来了 这屋里就有 哦 有 他说一半截的话 一半 这屋里就有 嗯 那这屋里边有死人 你说聊斋我受得了吗 对 瞎子理解错 理解的是 这屋里有什么 有书啊 我说 不行 怎么了 看书哪有听书好玩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还真是 我说的特别好 身临其境 我说的特别真实 特别棒 我说的 哎 您得画面 对 有想象 我能把那鬼啊 怎么样 给你说 活了 这力量 那你就更别说了 真实 我要知道你有战能力 我都不要你进来 哎 千万别说啊 对 他这一变动 你这瞎子就听不懂 高齿就明白 不断你气 对 哎呀 你跟我说怎么回事 嗯 老王那时候应该瞒不住了 嗯 我跟你实话实说 讲一讲 这不是我们家 嗯 这是我们隔壁 老李偷他们家 老李 哎呀 老李他们家 你说你那么这么吓人 干嘛呀 啊 老李死了 哈哈哈哈 这突如其来的 这不讲 哈哈哈哈 好 死死了 好 那个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呀 埋在哪了 刚死还没埋呢 哈哈哈哈 不是你吓了他了吗 不是 那个 停到哪了 好 就在你身后的 哈哈哈哈 好 那你把我叫的那干嘛呀 这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实话实说 烦满满的 他那儿子进城给这姑娘送信去了 对 现在没回来 不是就关到城里了 嗯 我一个人在这看着老李 我有点害怕 对 把你叫的咱俩人做一手伴 聊一手天 行不行 您帮帮忙 哎 您看 行不行 好不好 没听说过 还没有哭 你害怕 你有眉目有眼 你还害怕 别着急 这有点什么动静 我瞎么喝下 我往哪撞去 哈哈哈哈哈哈 咱上来上来 上来不了啊 马刚给我 现在我就走 一吞吞吞吞吞吞吞 我干净就走 他要走 老王能让你走吗 老王 三步并两步就出了门 嗯 在门半 哗哗嘎嘎嘎嘎 这是把大门给锁上 哎 老王真缺头 瞎子一听 哗嘎嘎嘎嘎嘎 老王帮你坐 往哪儿锁上 喂老王啊 加一小尾玩 你是往哪儿锁上吧 老王嘛 赶紧开门 开门 开门啊 嗯 您放心吧 怎么了 明天晕亮 我主把门开 嗯 成了吗 你说缺头啊 哈哈哈 虾子一看也出不去了 在这忍着吧 抱着弦子也不敢动了 这不应啊 嗯 挂会儿弦吧 脸乖 还蛇得 多吓人的 这些环境不好 按说 屋里边一个虾子 屋外边一个老黄头 这不平安无事过一宿不挺好吗 事情不能这么简单 这个老李头如何死了吗 他生前养了一个猫 人死一天这猫就没人喂 墙正在一屋子就要猫倒 这猫顺着窟窿就钻到屋里边了 回家 他饿呀 找东西吃吧 一眼就看见死人脑在前面那碗倒头发 吃的 按说的 你要么敲过去吃什么事都没有 老话说猫村狗闪 猫从死人脚这往死人脑袋这么一村一蹦 带着死人脸上的粉帘纸 刷啦弄一想 这这瞎的瞎的寒毛都立起来了 有动静 怎么回事 有动静啊 有静我听见了 别闹啊 别闹啊 要炸尸是怎么着 太怕 他喊了自己一句话 哪句 要炸尸是怎么着 对他不明白这个环境 这是问句要炸尸是怎么着 老王在外边听见他 炸尸 他听错了 嗯 就听成这句吧 哪句 他听成炸尸了 哈哈哈哈 你还朋友 对呀他听成炸尸了 他以为什么呀 屋里边炸尸 自己外边不知道 瞎子告诉自己 屋里边炸尸了 他又跟瞎子确认了一遍 啊 炸尸了 嗯 这句话是问瞎子是不是炸尸了 一问句 瞎子也听错 嗯 瞎子以为什么呀 屋里边炸尸 自己看不见外边老王朝 告诉自己 好 哈哈哈 他又回了一句 啊 炸尸了 这回行吧 您听那三句话 嗯 要炸尸是怎么着 啊 炸尸了 啊 炸尸了 哈哈哈 那没炸尸也炸尸了 嗯 给这瞎子急的 这都炸尸了 你赶紧开门呀 太怕哎 先别喊 这不让喊 炸尸我更不能开门了 平安 因为我开门 你出来 他们也出来了 哈哈哈 要随一块死 不是 不是你不开门 我怎么办呀 不开门 他死了里边了 别着急 我给你出主意 什么主意 你呀 你随便找手边 你看有什么东西 你拿起来之后 你看准喽 你给他抡躺去了 啊 就得了 就行了 我看准喽 我都 我看得见喽 我看得见我都不见了我 哈哈哈 莫激动 干掉吧 看你 看得见这么多 你们抱着闲子呢 嗯 你抡闲子吧 抡闲子 对你 你抡躺去了 别让你抱住了 抱住了你就没命了 嗯 还吓死他 这就别心疼了啊 对 吓死他 这玩意心疼什么呀 赶紧抡闲子吧 这危机时刻 三弦您都见过呀 圆的这个 这个叫闲的骨子 长的这叫闲的担子 他拿这个 就这边面积 倒过来 倒过来 面积大 开始抡吧 啪 就这一下 哦 就把这豆油灯给抡躺 对 下来打个够了 哎呀 这一下 灯 这个灯躺下了可就灭了 都废话 屋里边就黑了 嗯 外边老王都害怕了 怎么了 炸屍了 哈哈哈哈 这何以见得 鬼吹灯了 哈哈哈 阿玛的拨狗 来吧 来吧 虾子干啥 屁喀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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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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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같X 胎那么大了 张忠祐 这猫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啊 他就简单想过去吃个鱼 这么大罪过 啥瞎子不能到啊 跟猫在屋里面打下来了 这猫招谁惹谁了 这猫在屋里面上蹿下跳就躲着弦了 我只是一只小猫 瞎子开始在屋里这样啊 这屋里面这样啊 老婆都在那边 还真热闹啊 太刺激了 这瞎子都乍时打下来了 早上要带我一个了 这也不行啊 我赶紧找人去吧 找人去不住 出一湖之后 碰你四个大小伙子 刚吃完饭回来 替着羊 四伟 拦住了 别动了 四伟 诈尸了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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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尸了 喝多少你 不是 喘云了 跟我一块住那个老李 死了诈尸了 现在闹着热闹鸡子 快看上去吧 对 还不让着急 光听说过诈尸 没看见过 农村小时候我听说 看过诈尸吗 我没见过 看看你 我看过这个算吗 人家四位 其中有一位 大哥人懂这个 先别着急 我不让着急 我听说过 怎么样 这诈尸咱去了 咱不能说谎 为什么不能说谎 活人阳气跟死人阴气一接上 谁都活不了 咱这样 咱进院别进屋 一人找一个人的勾竿子 勾竿子 一讨多长 排辣竿子 前面有点铁钩 过去什么救火用的 消防 对了 草房子着火了 拿着铁钩把这房子拔淌了 火就压灭了 一人拿着勾竿子 是 进院别进屋 咱在窗户外边把这勾竿子捅进去 还有 在外面过了 死也得绝对我过了 谁要 这样使劲了这样 这样使劲了 反正您什么都不都拿屁在 谁要勾童的诈尸 给他摁躺下了 这诈尸就结束了 就下班了 诈尸就下班了 就没事了 约好了进院别进屋 别说话 四人 一人一人勾竿子 到外边 都捅进去了 瞎子在里边蹲衔子 啊 还蓄力呢 也说不出话来了 外边脚步 屋里蹲衔子 常感激 没有碰碰上庆去的 保护器能搭上 勾端子 钩关的那钩 跟那衔子就锁在一块 两下都有感觉 是 外边这个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雅语 不能说话 什么意思 你们都放下我这勾端了 我这有目标 瞎子有感觉 嗯 一瞎子抄变的人 这是什么动作 这叫劲啊 有劲 炸实劲还够大了呀 安宝 好家人俩下就叫劲了 叫劲了 一叫停一拔河嘎嘎一下 这是 咸的蛇 他不接人是 这咸的一蛇 这虾子倒退三步 等等等等扑 这是 整座死人肚子 好家人 这手一摸死人脚 这手一摸死人脑 这手一摸死人脑袋 虾子眼睛上边睁开 对啊 哎叫我的妈呀 你这多高啊 他这一喊嘛 嗯 外边这四叻不对了 哎 哎不对不对啊 我听见了 你不是说诈尸吗 对啊 我怎么还说话呢 哎呦几位冰王 怎么样 我给忘了屋里还一瞎子呢 我都想起来 谢谢 谢谢